点开农委会的网站在重要资讯里的产销行情资讯 新增了鸡蛋产销资讯 每周三更新作为产销调节的参考 民众也可以查询鸡蛋供应量与生产资讯了解状况 大家都知道我们长期以来的鸡蛋产销资讯 大概都是由中华民国养鸡协会 持续不断滚动的检讨跟建立 那在这段时间 不管是整个生产量或者是一些产销资讯 还有一些气候的因素影响 所以大家一直觉得说 这个资讯的建立在时程上 因为我们大概都是每个月 用月报表的方式来呈现 那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到了9月 只看到7月份的统计数据 可能跟不上一些大家的预期 或者产销预测 或者调节的一些辅导的效果 所以我们大概也跟养鸡协会 还有中央蓄展会同时做过一些研商跟讨论 所以我们现在确定就是要把整个产销资讯 把它公开透明化 那另外就是从每个月的月报表 改成是每一周的礼拜三来更新数据 来做最新的一个鸡蛋产销资讯的一个揭露 那另外有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参聚 那当然可以作为我们行政部门 在做产销调节的一些重要的一个参考依据 那另外也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资讯的揭露 让我们的业者他在不管在生产排程上 或者是备货上 包括他的总机更新上来做一些依据 所以我们确定要把这个资讯平台 来做一个揭露跟更新 那另外这个资讯里面的内容 大概同时我们会放上 蛋机的一个生产资讯 跟每一天平均一个鸡蛋生产供应量的一个揭露 大概说明一下我们目前鸡蛋的一个运销的一个通路 那目前在我们民国110年9月17号 我们公告依农产品验证及生产管理法 验证及这个办法里面 我们要求就是鸡蛋是必须去做一个验证跟一个揭露的 所以我们目前的蛋机场生产出来的鸡蛋 大概有50%会进到席选蛋的一个通路去 那另外50%就是会造传统的 透过传统市场的杂粮行 或者是一般传统市场的 比如说早餐店或者一些餐饮通路 所以这样的通路的建立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依据我们的办法 所有要进到超商超市量饭店卖场跟网购 以及到校园营养午餐 国军赋食的这七大通路 全部都一定要席选跟喷印 那另外我们现在在鸡蛋产销资讯的调查统计的方法里面 我们现在每周滚筒检讨的数据 第一个就是产弹机的支数 我们都知道一定要有产弹机的存在 才会有鸡蛋生下来的可能 那另外包括75日零的蛋中机 补进来蛋机场的一个数量的一个计算 还有就是淘汰机的支数 那我们讲的淘汰机大概会有两个部分 一个是照生产排程需要淘汰更新的母鸡 以及因为各种异病因素导致死亡 必须化制的支数 所以淘汰机的支数大概是有两个数据的一个参考 那另外换鱼支数大概就是 所有的生产过程中 不管是遇到产期的调整 或者是遇到一些生产上的逆境 所以鸡农习惯会做一些换鱼的动作 那这个换鱼数它代表的意思就是 这些鸡大概经过45天到两个月之后 它可以再逐渐的投入生产 然后再重新走另外一个产弹周期 那刚才有提到我们在今年的1月开始 我们现在导入了席选弹 要依我们的验证办法 一定需要去做明确的揭露 那这个部分就是我们全国有87家的席选的 不管是席选厂或者是席选的辐射场域 或者是席选室一共有87家 那每个礼拜我们也会在电脑上去抓他们的资料 那这些资料依法就是要接入而且要申报的 所以我们今年到现在为止 大概也查核了30几家的席选厂 没有依规定来做填报动作的 那我们大概现在也都请县市政府 依生产验证办法 生产验证法来做一个辅导跟去做一些处罚的依据 那我相信这个数据以后会越来越准确 而且越来越有代表性 农委会表示目前产单率仅约68%到69 如能提升至75% 可满足国人每日需求 且还可有余裕让不具竞争力 传统机设进行设备更新 迈向现代化或淘汰 产单率其实跟整个饲养的条件有关系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福岛机场 尽量来做到密闭水帘式的机场 那就可以减少 不管是气候的因素 或者是候鸟的因素 导致一些不确定因素造成的产单率的波动 那当然透过一些营养的管理 或者一些饲养条件的管理 当然对产单率也会有一些帮忙 我想产能当然是我们最直接要了解说 整个供应的量够不够 那当然价格有时候就还会回到一个销售状况的情形 所以产销的供需还是要看整个季节或者是年节需求 因为供应来讲 像我们最近观察到的重点 其实像今年非常明显的 整个在超商超市通路 在前一段时间并没有明显的成长很多 但是在七八月份甚至到最近 整个移花洞的消费 甚至是成长了原来的五倍到六倍 所以每个地方的销售状况 跟每个地方的需求 会随着不一样的时空背景 或者我们不一样的一些旅游需求 都会有一些波动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 透过生产资讯稳定的建立 然后了解销售的情况 来尽量做到一个供需的平衡 所以我们在今年的七八月份 也透过中央续产会跟养鸡协会 做了非常多的一个调度 过往每个月调查一次 提高频率为每周 并在每周三更新发布上一周的 全国鸡蛋生产资讯 滚动调查 掌握产蛋支数 产蛋科数 入中鸡支数等资讯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每个礼拜三去揭露前一周的资讯